从什么,UI设计师那里拿到效果图,效果图之后,然后怎么样呢,开始什么,分析这个页面结构,开始做页面的,是吧,那么第一步的话,我们要创建什么,页面的这个项目目录吧,是吧,创建一个项目目录,啊,一般是新建什么呢,新建三个文件夹,是吧,一个是SS,一个Emerge,一个什么,JS文件夹,啊,然后的话,我们干嘛呢,就把这个效果图放在Photoshop里面来进行什么,切图吧,啊,一般是做批量切图,是吧, 把我们要的图片给切出来,啊,放到这个什么呢,Images文件夹里面,是不是这样的,啊,放在文件夹里面,啊,那么第三步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对这个图片的小图片,啊,将装饰的什么,小图片进行什么,合并,是这样的,啊,那么相当于我们要新建一个图,然后把那个小图标进行一个合并,然后做成雪碧图,是吧,第三步啊,第四步的话,就是结合这个Photoshop,我们Photoshop怎么样呢,量尺寸吧,量尺寸,然后是量间距,是这样的, 啊,然后还有什么,代码编辑器,啊,那么,一般的什么,我们说是subline,啊,是吧,那么的话,参照这个效果图的什么呢,它的一些尺寸,啊,然后进行效,进行什么呢,HTML塞的书写,然后制作页面,啊,那么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什么, 这个页面的制作流程,啊,一般我们都会这么做的,啊,好,那么的话,我们,呃,就演示完这个一个过程了,啊,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这个过程的话,那么第四步的话,还什么呢,还期待大家,什么呢,在下面去自己完成,好吧,啊,好,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干嘛呢,我们就,往后面讲新的东西,啊,往后面讲新的东西,啊,好,新东西什么东西呢, 所以我们就要讲到,H5和S3的一些东西,啊,好,呃,那么H5和S3的话,呃,H5和S3,目前应该是H5是比较火的,是吧,比较火的,那么大家都有这个概念,啊,为什么H5比较火呢,那目前的话,我们什么呢,我们有个手机的什么,手机上的应用是不是叫APP啊,是吧,APP的话,是吧,开发APP的这个东西的话, 一般的话,公司怎么样呢,需要,需要招两拨人来,啊,比如说安卓和IOS,是吧,针对安卓手机要招一拨人过来,将他们针对安卓手机来开发这个APP,是吧,然后的话,针对苹果手机也招苹果手机的人来过来,是吧,IOS的人过来开发IOS上的APP,是吧,最少一个小公司得招两个人,一个是安卓的,一个IOS的是吧,那么他们开发的话是什么呢,针对用原生的语言来进行开发, 安卓的话是用加把语言,是吧,IOS的话是用Object-C,是不是这样的啊,开发,是吧,然后的话,他们开发的时候的话,那么那个什么,界面的话也是他们自己画的,自己做的是吧,那么如果说,呃,我的H5页面啊,那么H5页面,如果可以什么呢,应用在这个安卓和IOS上,是不是,是不是可以什么,减少这个开发量,或者是压根就不需要呢,是吧, 不需要这个什么开发人员呢,那么的话,H5的创立词上就是瞄着这个目标的,是吧,H5和S3的创建词上就是瞄准的什么,移动端的这个目标啊,那么的话,他就是想代替什么呢,原生的安卓和IOS,直接用H5的页面来开发,是不是啊,那目前的话,我们很多的安卓的,以及IOS的这个应用,是吧,APP应用, 实际上是,很大量的什么呢,很大量的什么呢,都是用H5的页面来做的,是吧,实际上里面切入了很大量的H5的页面,实际上是,安卓和IOS只用开发外面一个壳,是吧,然后把这个H5的页面切进来就行了,是吧,所以说做H5的移动的页面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力,是吧,那么的话,可能到后面的话,怎么样呢,我们就用一个GS的框架,加上H5的页面,啊,开发, 开发的时候,那么开发的这个,应用呢,可以同时兼容什么,安卓和IOS,啊,那么安卓和IOS这个人就不需要了,啊,大概是这样子的,不需要这种人,就是,前端可以全部搞定了,大家是这样的一个,有这样一个什么呢,有这样一个趋势,啊,那目前的话是,目前的话,开发的话还是什么呢,混合开发,就是,呃,一部分是用什么呢,原生的IOS和安卓来开发,那么一部分的话是用什么呢, H5的页面,是吧,那么慢慢的话,为什么要这么开发呢,就是,H5的页面,目前的话运行,在手机上运行的话,什么呢,它的什么呢,这个速度,还跟不上,是吧,赶不上原生的, IOS和安卓,啊,那么的话,手机的这个什么呢,它的性能越来越高了吧,啊,这个速度越来越不是问题了,啊,速度越来越不是问题,所以说可以慢慢的过渡到什么呢,完全用,H5的页面和什么,这样子框架来开发,什么APP,啊,所以说安卓和IOS可以,是慢慢的什么呢,不需要这种人了,啊,慢慢不需要这种人,啊, 好,这个,这个H5的这个趋势,啊,H5的这个趋势,啊,所以说我们H5,学H5和S3的话,呃,一个重要一点就是要,大家要学这个H5的移动端页面是怎么做的,啊,后面我们会讲到,H5的移动端页面,啊, 好,那么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啊,那么还要说一点的话,H5和S3的话,它是瞄准移动端,为什么呢,我们H5和S3的一些功能是PC端是不兼容的,是吧,PC端有些东西不兼容,但是呢,这个移动端也就是说手机上面它是完全兼容的,因为手机上呢,都是用的高版本浏览器,吧,手机上都是用高版本浏览器,啊,手机上不可能是用什么,呃,手机上不能装个I16吧,不可能吧,是吧,啊, 那么是什么人嘛,是吧,手机上肯定是高版本浏览器,啊,一般是H5和S3的一些新特性它都支持,啊,所以说H5和S3是针对移动端的,啊,好,那么这大概的这样一个什么呢,一个背景的支持,啊,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讲一下这个H5和S3的一些东西,啊,那么它是新增的一些东西,那么比较什么呢,有一点杂,啊,有点杂,我们来一点点来学,啊,一点点来学,好,那么主要我们最终的重点是要学H5的移动端页面怎么做,是吧, 好,我们先把H5的一些,一些什么呢,一些新增的东西先讲一下,啊,好,首先讲什么呢,那么我们可以先,这个什么权重的话,我们可以先放到后面再讲,啊,就放到后面再讲,啊,好,我们来讲一下H5和S3里面一个,先讲点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啊,也是应该是要学的东西,啊,说明,首先的话我们先从这个圆角开始说吧,是吧,这个圆角,这是S3的东西,啊, 先说这个圆角,S3的圆角的话,那么是我们前面也用到过了,是吧,啊,圆角,啊,圆角的话那么是,呃,那么之前的话我们做圆角是非常辛苦的,啊,我们是用图片拼成的圆角,啊,比如说我们用一个有圆角的图片来拼,是不是这样的,啊,拼成圆角,现在的话什么呢,S3怎么样呢,可以直接什么,直接做圆角,啊, 啊,这个是什么呢,啊,这个是比较好的,啊,那么的话,这圆角出现之后,啊,圆角出现之后,那么又出现一个状况,啊,那么设计师又改变了思路了,啊,设计师喜欢设计成直角的,啊,导致这个圆角有时候用不上,啊,那么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什么,扁平化设计风格这个,这个说法,啊,扁平化设计风格,啊,扁平化设计风格,啊,扁平化设计风格里面,那么设计师喜欢设计成直角,啊, 像这个,像这个网页上的这些直角,看见没有,这是不是直角,啊,这些按钮都是直角,看见没有,他现在不喜欢设计成圆角了,啊,这导致这个圆角有时候用不上,是吧,在这里可以用上,是吧,这个地方可以用上,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圆角,啊,好,那么,圆角的话,那么我们大概来用了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面的什么呢,嗯,好, 好,001,啊,CSS3,这个圆角,好,圆角的话,那么前面我们用到过,啊,用到过,只是用了一个整体的圆角,啊,好,假设说我这里来个BOX,是吧,BOX,这样一个DIV,啊,好,这个DIV的话,我给它样式,好,给它样式,比如说这样一个DIV,啊,好,这样一个BOX, BOX的话,那么它的宽我给多一点,啊,换假设说是300PX,好,高度也是300,300PX,啊,然后是给它来一个Border,是吧,Border,然后是, 假设说三个像素吧,啊,实现,给它来个黑色,是吧,好,然后背景色的话,给它来个,来个,什么,go的,是吧,好,把它聚中一下,这样的marketing,啊, 然后是50PX,啊,O2,然后是0,啊,好,这样的一个盒子,是吧,这样的一个盒子,啊,好,这样的一个盒子,啊,好,这样的一个盒子的话,那么,现在我要做它的圆角,是吧, 那么,之前我们直接说,用一个Border Radius,50%,是不是这样的,啊,实际上的话,我们怎么样,可以针对每个角来做圆角,是不是这样的,啊,针对每个角来做圆角,啊, 那么,做圆角的话,用怎么做呢,比如说这个,Border,Top,Left,Radius,这个什么呢,针对什么呢,左上角来做圆角,啊,好,我们来,来写一下,啊,这是,这是一个针对某个角的是吧, 比如说是这个,Border,啊,Border,Top,顶部,是吧,顶部的,然后Left,是吧,顶部的左边,然后是Radius,是吧, Radius的话,那么,怎么样呢,后面跟两个,可以跟两个值,啊,两个值的话,一个是,一个是什么呢,两个边吧, 比如说一个边是,一个边是什么呢,30px,啊,一个边是60px,什么意思呢, 那么,一个边以30的,这个距离为半径,来画这个弧,啊,一个边以60的,这个长度为半径,来画一个弧,啊, 好,这样画的一个弧,应该是一个,椭圆形的弧,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刷新一下,是吧,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弧,啊, 这个地方应该是60,啊,这里是30,啊,画成正一个椭圆形的弧,啊,椭圆形的弧,啊, 这样画素不好看的,是吧,不太好看,是吧,好,那么,如果说怎么样呢, 如果说你的两个一样,一样的话,那么,假如说都是60,是吧,那么,我就可以写,啊, 假如,假如,两个都是60,是吧,都是60的话,那么,怎么样呢,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是不是这是一个正圆的弧,啊,是吧,那这是60,啊,这也是60, 是这样的,啊,好,那么,两个如果是相同的话,可以什么,写成一个, 是这样的,可以写成一个,啊,写成一个,啊, 写成一个,啊,是不是可以啊,写成一个,啊,好,那么的话, 可以什么呢,假如说我在设置这个,第二个,是吧, 是吧,这个里面的这个弧,是吧,这个弧的话,来一个border, border,什么top,然后是right吧, radius,啊,假如说他也是,我给他一个100PS,是吧, 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好,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100的一个弧,啊,是吧,100的,半斤是100,啊, 大概是这样子,是吧,这样画一个弧,啊,半斤是100,啊, 好,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针对什么几个角的什么呢, 这个图,是吧,好,那么的话,假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果说是,什么,就是说四个角都是一样的,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样子,我们再来一个吧, 再来一个border12,是吧,好,border12, border12的话,那么我们把它样式写一下,是吧, border12的话, border12的话,那么它的框高也是一样的,是吧,好, 那么如果说四个什么都一样的话,是直接什么呢, 直接来一个border什么呢,radius,是吧, borderradius的话,那么这个就是针对四个角了,是吧, 这是针对某一个角,是这样的, 针对四个角,针对四个角都是, 都来一个什么呢,60PS,是这样的, 如果60PS的话,那么下面这个是什么呢, 是这样子,是吧,是不是这样子了, 是吧,是吧,好, 那么如果说你想画一个正圆的话, 是怎么画呢,就是什么, 整体的这个,这个弧度要,要什么呢, 要到这个一半的地方吧, 是吧,到了一半的地方, 一半的地方,那么就是宽度和高度, 一半就是150吧,是吧, 那么就是150PS,是这样的, 150PS, 好,这个是不是到一半的地方啊, 是吧,刷新一下,是吧, 到一半的地方啊, 就刚好是什么呢,这里一半吧, 这里一半啊, 这是不是就画了一个正圆了,是吧, 好,画了一个正圆, 那么这个150就刚好是什么呢, 这个高,宽高的50%吧, 那么可以什么呢, 把它写成50%,是不是可以啊, 好, 这个Border Radius,是吧, 然后拿一个50%, 出这样的啊, 我们说50啊, 那么这个效果是不是一样的啊, 效果就是一样的啊, 好,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圆角啊, 这个应该是不是太难啊, 不是太难, 那么如果单独设置某一个圆角的话, 是这样的,是吧, 好,假如说我再做一个效果吧, 比如说是太难, 还来一个效果啊, 假如说再来一个BOX1吧, BOX1的这个效果啊, 比如说是好, BOX1的这个效果啊, 好,假如说这个我不做这个啊, 假如说我来画这样一个效果, 是吧, 比如说来个Border什么呢, Border来个Bottom, Border,Bottom, 然后来个Left,是吧, Radius,是吧, 好,假如说这个是150px, 是吧, 好, 然后再来一个什么呢, Border什么呢, 这个Right, BorderTopRight, 是吧, 好, 一个是左下角, 一个是右上角, 是吧, 好, 这个FORB是1, 好, 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好, 那么是不是画了这样一个形状啊, 是吧, 这个形状是什么, 这个效果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大概这样一个形状, 是吧, 就是这个给个圆角, 这个给个圆角, 然后这里面给直角, 是吧, 大概画了这样一个啊, 那么就是说, 用这个东西可以画一些形状, 是吧, 画一些形状啊, 好, 这个的话应该不是, 不是太麻烦吧, 不太麻烦啊,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是个关于圆角的啊, 关于圆角的这个做法啊, 好, 我们等会儿跟其他例子合在一起练吧, 好吧, 合在一起练一下啊, 那么这是关于圆角的啊, 不是太麻烦,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GBA啊, 这个也是什么呢, 就是S3新增的一个什么, 颜色表示方法, 它是干嘛的呢, 它是什么呢, 它是啊, 它是在什么呢, 它可以表示颜色啊, 将什么呢, 颜色表示为透明啊, 好, 这里的话也是一个透明的一个设置方法, 比如说这里的话, 也是什么设置方法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整个盒子做透明的话, 可以怎么做呢, 就是可以用一个opacity吧, 是吧, 好, 那么如果兼容的话可以什么, filter, 然后是, 这个是针对I1的啊, 做了一个兼容啊, 这是做了一个透明度的兼容啊, 这个的话是针对整个盒子来做这个透明啊, 那么的话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针对颜色来做透明啊, 针对颜色来做透明, 那么用RGB来表示啊, 好, 这里的话我们来做一个例子啊, 做一个例子, 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来一个透明啊, 002, 这个是透明啊, 好, 假设说我这整个啊, 这整个的, 拿一个什么呢, 拿一个H5的文档啊, 好, 比如说我这整个的那个, 这个页面啊, 用一个什么呢, 用一个背景吧, 然后来一个背景, 好, 整个页面我给一个背景啊, 好, 比如说我来给这个, 给个这个背景吧, 这样一个背景啊, 好, 那么放到这个, 放到这个外面来啊, 好, 整个页面来给这样一个背景啊, 好, 那么整个页面给这个背景的话, 就是这样的, 是吧, 我们先写过吧, 比如说给他个body, 给他个背景, 是吧, 好, body啊, body的话, 那么这个宽是什么呢, 啊, body直接background了, 是吧, background了啊, 好, url, 然后是images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band的零音, 是吧, 好, 那么整理的这个的话, 怎么, 给他拿一个这个, 是吧, 是不是做了一个背景啊, 好, 做了背景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 假如说我想做一个, 拿一个div啊, 比如说这里面来个box啊, 好, 这个box的话, 假如说这个是, 这是一个div, 是这样的啊, 好, 好, 那么的话, 这个box, 假如说我给他一个什么呢, 宽啊, box啊, 宽是假如是300, 300px啊, 好, 高度的话, 假如说是100px, 然后的话, 给他拿一个什么呢, 啊, 拿一个这个背景色啊, 背景色假如说是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黑色是吧, 黑色啊, 好, 那里面的文字的话, 给他拿个白的是吧, color, 是这样的, 拿个白的啊, 好, 拿个白的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看这个效果啊, 好, 刷新一下, 那么整体的是这样的吧, 这样的啊, 好, 我把这个文字放大一点, 然后聚中一下啊, fonder side, 给他拿个20px啊, 好, takes a line, 给他拿个center啊, c, center啊, 然后line height的话, 给他拿个什么呢, 拿个这个20, 来个100是吧, 好, 这个的话, 是这个盒子是不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聚中了是吧, 好, 聚中了啊, 好, 给他拿个30吧, 好, 这样的一个效果啊, 好, 这样一个效果, 假设说这个时候我要做什么呢, 我想让这个什么, 背景色稍微透明一点, 是吧, 透明点, 让这个整体透明一点, 然后透出有一点的背景色的这种效果, 是吧, 那么前面我们学的方法是什么, 用这个透明度来设置吧, 透明度, 透明度怎么设呢, 就是设什么呢, opacity吧, 然后是给他, 假设说来一个0.3, 是不是这样的, 0.3啊, 好, 0.3之后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好, 我来刷新一下, 那么大概是不是这样子一个效果啊, 这样一个效果啊, 是这样一个效果啊, 好, 这样一个效果的话, 那么的话, 为了这个写法, 为了兼容之后, 为了兼容的话, 我们还得加一句啊, 这个是兼容IE的, 那么这个透明度还需要加哪一句呢, 加上这一句啊, filter, 加上这一句, 这个是为了兼容IE的啊, 那么的话我们可以写什么呢, filter是吧, filter, 然后是什么呢, 这个, 然后是alpha是吧, 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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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opacity怎么呢, opacity, p-a-c-i-t-y, 等于这个30啊, 好, 这句话是为了兼容IE的啊, 兼容IE的, p-h-a, 好, 这么写才是一个透明度的完整写法啊, 好, 这个是透明度的完整写法啊, 好, 这个是透明度啊, 元素, 透明的完整写法啊, 我们前面是不是没写这一句啊, 前面是不是讲的时候没写这一句啊, 是吧, 大家记得这个完整写法是这样子啊, 大家记得要写两句才行啊, 写两句,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样一个透明度了, 是吧, 好, 这么写完之后我们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是应该是兼容IE的啊, 好,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字是不是有一点什么呢, 是不是有一点点什么模糊啊, 是吧, 好, 为什么有一点点什么不显眼呢, 是因为这个字啊, 这个字的话和这个元素啊, 它是整体的变成透明的, 是不是这样子啊, 整体的变成透明度0.3的吧, 啊, 整体的变成0.3的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写法啊, 另外一个写法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么写啊, 再来一个盒子, 跟它一样的盒子啊, 好, 大家比较一下, 好, 比如说这个盒子2是吧, 盒子2的话, 然后把它写一下啊, 好, 这个盒子2的话那么不写它的透明度了啊, 不写它的透明度, 然后来个marking top吧, marking top给它一个50啊, 把它分开一下啊, 好, 这是盒子2啊, 这是第二个啊, 第二个DIV是吧, 第二个DIV这个是2啊, 好, 第二个DIV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是吧, 那目前是这样子的吧, 是吧, 好, 如果说我也想让它透明啊, 也想让这个盒子透明, 然后怎么样, 然后怎么, 让它什么, 让它这个字稍微显眼一点啊,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 就用这个什么呢, 新的这个颜色表示法, 就是什么呢, RGBA表示法啊, RGBA表示法啊, 那么它是表示颜色的, 大家记得啊, 既然是表示颜色的, 我就是表示这个颜色就行了, 是吧, 这颜色是什么呢, 是, 这个是16镜子的吧, 那么我可以用什么呢, RGB, RGB是一种表示法吧, RGB表示这个黑色的话是, 0, 0,0,0,0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样子也可以, 是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也是这样一个效果, 是吧, 连这个效果啊, 那么它加了一个A, 没有没有, 这个A的话就是它的透明度, 就表示这个颜色的透明度, 没有没有, 是吧,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 后面跟一个什么呢, 透明度, 比较说这个0.3, 是不是可以啊, 0.3的话就表示, 前面这个颜色的透明度是0.3, 好, 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字数, 比这个字显眼一点啊, 没有没有, 是吧, 好, 为什么显眼一点呢, 我现在是设置这个颜色透明, 而不是设置字透明, 明白没有, 这懂了吗, 我们前面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设置整个盒子, 全部透明, 这个的话是, 这一句是设置我这个颜色, 我用一个透明度是0.3的黑色, 来填充这个盒子的背景, 明白没有, 文字的颜色我没动, 是吧, 那么这个文字的颜色, 是不是还是白色啊, 仍然是白色吧, 好, 就这个效果啊, 好, 这就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例子, 就是, 有时候我们想做这种效果啊, 比如说我们想把背景透明, 但是文字不透明的话怎么样, 我们可以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什么, 可以写这么写啊, 是吧, 可以这么写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两个, 这两个例子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RGBA, RGBA的这个用法啊, 好, 好, 这是关于这个透明度, 以及RGBA, 啊,